好然後看一下我們Boss吧 技能這邊他會暈嗎 減少他自己所受到的傷害 這邊配掉快速來看 燙然後冷卻 全暴擊 然後冷卻冷卻 然後戰術設定這一邊的話 我用塞暴擊率 為了閃耀之星 就這樣 其他該有的都有了嗎 有沒有看到我們用弱點 他很快上面這邊他就會快滿 所以下一次在放的時候 BOSS就自己被暈到了 有看到BOSS直接被暈了 所以他弱點的定義是這樣子 上面那一條是弱點條 有QR code應該是吧 你看又被暈了 因為其實弱點條很重要耶 你們卡池GO的玩家有沒有 上面這邊你看準備了喔 只能關一個下去他又被暈了 你看 又被暈了 所以這個活動就是 卡池GO的玩家 你可以玩得很快了 好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C2 黑可可餅乾的 那光屬性弱點嘛對吧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就是帶瑪德蓮執政官這個組合 光速20% 光屬性攻擊加40% 恢復型發動技能 附傷的效果減15% 就這三個OK 就這個配置然後配這三個 你們自己配料要確定好 你看4.3 6% 我確定他是那個 4.2 好就這樣 等到他下刀的時候再開香草 也可以啦 如果你們真的受不了的話 再那個 是我覺得好像沒差耶 好像沒差 因為我發現我們怎麼放好像CD都差不多 好 來 好這樣就輕鬆過 這一次他這個打法 主要的話還是要看那個弱點那些東西 來C3這邊的這個蛋糕 柏洛斯 冰凍跟挑釁弱點 然後看一下他的技能 燒傷狀態 暈訓岩漿 OK 反正我們有 簡易了 那目前的話戰術點數 看一下 先看配料吧 牛奶嘛因為有挑釁 雪落冷卻的有抗 預言家配料有留好 我們有備而來的 哈哈有備而來的預言家配料 沒錯就是這樣 那我們繼續看一下 這樣子裝是不是 暴擊率跟暴傷 我也不知道配什麼 我們就配這三個吧暴率 暴傷 然後還有 受傷傷害 傷害是夠的嗎 傷害是夠的嗎 我來看一下 絕不就是神的聲音 欸有耶有吃到啊 你看boss馬上就暈了 有沒有看到嗎 boss馬上就暈了呢 馬上喔馬上就暈了 你看馬上就暈了 有沒有弱點 欸有耶冰凍立即見效耶 有耶有耶有耶 冰霜免疫嘛 但是他一樣有機會會動機 所以他這個有用 好來看一下我們的C4 那C4這一邊他是毒屬性弱點 然後再來 聊天室那跟我講中毒免疫的不要開玩笑 不好笑 然後再來敵方會賦予自己無敵 然後燒傷狀態 進入腐敗狀態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都跟那個負傷有關係 還有一些負面的效果 所以翔草一定要花小龍也要 快速看背料 全看 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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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這樣 我們先打打看 有問題在說 他真熱耶 沒有啊 連沖條都沒有啊 沒有啊我們這個也沒有沖條啊 一個也不犯狂 恩哈嘍 哈嘍我有中毒啊 哈嘍 哈嘍 你們聊天室的 哈 認真 你們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給我傳達錯誤的訊息 呵呵呵呵 沒有他的技能不就寫在那邊 沒有沒有 等一下等一下我們好好的講 這個東西他跟16-30不一樣 就是他的Boss的技能就已經寫在這邊了 他有跟你講說他是毒屬性弱點 所以他的技能這個Boss接力賽 他跟16-30不一樣 剛剛他的技能已經變了 他的技能是會持續的讓我方角色疲憊 他是借模組樣子不一樣 他只是換個模組一樣而已 你就把他想像成就是他一樣可能是星塵 但是他的技能組不一樣 好不要這樣想就好了 沒有沒有我剛剛有看到他基礎技能不一樣啊 只是他這個打起來有點辛苦 你們啊如果傷害真的覺得不太夠的 啊你們就開那個什麼戰術設定那邊開東西吧 我是覺得他這樣感覺好像傷害有點不太夠啊 因為他一直無敵喔 我們的血量是健康的 所以你們 覺得那個的 我覺得你們應該要用 戰術去加傷害 好沒事 他有凍結對不對 他有凍結 所以減益效果嗎 那我們就用裝減益效果就好啦 攻擊 暴率 暴傷 攻速 增益 減益 然後 體力護盾 體力護盾量 OK好就這樣子 好大家看 BOSS一直暈吼 好BOSS一直暈吼 看好了七十分喔 小巫的骷髏 哇暈到底耶 然後一個70等 哈哈 反正就是一個抗冷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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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一個抗四個冷卻就這樣 然後一個還70等 有夠嘲諷 好來打一下我們C6的這個巧克力奶油狼獸 PART2 因為我們前面剛剛翻車了 那敵方的話這邊是有暈迅弱點嘛是吧 所以我們這邊呢暈暈對好嗎 就是 對 一堆暈的 然後再加花小龍 因為敵方也會暈 那看配料 抗 吃斗篷喔 這個是吃斗篷的 狼人也吃斗篷 就一堆抗啦 然後棉花的話這邊是全冷卻 花小龍全冷卻 就這樣 然後戰術設定的話我們這一邊攻擊力 攻擊速度 然後還有增益效果 然後還有一個是攻速疊層 就這樣每5秒還會額外獲得攻速疊層 所以我們會越打越快 好試試看吧 我的眼眉是裝20.5是不是 我也沒亂裝嗎 啊我也沒裝錯喔 好吧 誰跟我講差了是全攻擊的 來給我站出來 我剛剛也沒裝錯配料是不是 反正就全抗啦 你們要看我剛剛我的差了是到底 損受那個損多少傷害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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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那邊跟我講全攻擊的 給我站出來 好 安安你好 來打一下這個C7的皇室圓丁PART2 前面又翻車了很棒 然後再來這邊火屬性弱點 還有各式各樣的什麼防御減少出血中毒反射 然後再來我們帶斗篷 這邊看 是斗篷的效果 然後再來斗篷的效果 拋篷 然後再來這邊冷卻 戰術設定 暴擊 攻速 中毒出血 火屬性 反射傷害 就這樣 我真的很怕等下拋篷就黑然後就飛走了 我真的超怕的 來看看我們來見證奇蹟的時刻看拋篷會不會 Delius 沒事 我 BP 我 P 天啊 我 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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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 怎麼那麼刺激啊 等一下 誒誒誒 反考你們代全抗吧 剛剛那個好抖喔 Jelius 偷服最讚了 好 好 好來這個B1的這個做夢的 Boss 好來這邊凍結狀態吧 觸電 暴擊以外的傷害吼 那記得喔他這個弱點是沉默 所以我們這邊呢塞堆沉默的組合 那記得啊 甘草跟拿鐵都是要有糖的OK 也沒的話就全抗嘛 其他全冷卻 通通都全冷卻 就也沒全抗 其他全冷卻 然後戰術設定 攻擊暴擊 就暴率還有爆傷 增益效果 還有減益效果 然後再體力轉成體力護盾 然後還有恢復量提升 就這樣子 大家看吧 恢復量應該是不用啦 但是我就想說反正都塞嘛 你們看到嗎Boss馬上就要那個了 限制移動了吼 好站在原地 好Boss又站在原地 再讓他站在原地吧 來 弱點是隨機的喔 沒有你們打的關卡大家弱點 就是哪一隻Boss他的弱點就長那樣 好看好老師示範喔 老師會讓他定在原地喔 好看好老師示範喔 好B彎就過了 因為要加抗我覺得不用特別為了那個傷害 所以這邊帶哨子 可以吧 恢復量 跟受傷狀態喔 這兩個東西 這是神的聲音 快快長大 這是神的聲音 快快長大 這世界充滿隔屏 這是神的聲音 快快長大 小心 燙 還有 就是神的聲音 4秒的時候再下雪若 雪若玩的時候就可以接藥草 最後面要注意就是4秒倒數的時候再下 然後一放完立刻藥草 大概是4秒的時間 你們看喔 4秒的時候有沒有 立刻按藥草 基本上來得及 就這樣 來打B3的這個白糖天鵝 光之牢獄弱點 電流過載 然後在敵方會有很多暈啊 負面的東西 還有一個減少自己所受傷害 我們這邊也沒全抗 直燈關冷卻 我們的閃耀的話是那個 全暴 然後再來 後服的話全暴 花小龍冷卻 OK 那緊接著我們這邊 看一下戰術設定 暴擊率有提升嘛 因為要配合的那個閃耀的 然後再來減少 那個減益效果 然後還有這個 恢復量有提升 體力充足不下的話轉為體力護盾 以及最後這個 傷抗無視率15% 就這樣 再把刀 火層次殖滜 在我的搖滾精神上 卡住 HM C 这次 专注在我的摇魂心神上 这是我的命令 这次专注在我的摇魂心神上 这是我的命令 这是我的命令 B4的奶油 你們如果沒有閃耀的話 用牛塘看看吧 但是我覺得打那麼高 就試試看吧 來打這個B4的奶油狼獸公主 這邊暈眩弱點然後再來非常痛的傷害 會暈人然後又很痛 全抗全抗吃斗篷全抗吃斗篷 這兩隻都是斗篷 冷卻冷卻 戰術設定 暴率 增益效果 然後還有 餅乾加防禦跟體力 體力充足的情況下轉為護盾 護盾量提升恢復量提升 攻速的疊神提升 防術神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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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後來多了防禦的數值之後 好玩就OK了 然後加上 兩補而已 來B5這個黑殼殼餅乾 光屬性弱點嘛 黑殼殼會有對敵人負傷防御減少 還有恐懼什麼blahblah一大堆可怕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邊要帶走紅 斗篷的話是給前面兩位學院的光屬性代表吃 然後在香草這兩個都全抗 香草全冷卻 泡芙全暴擊 花小龍全冷卻 這兩隻全抗吃斗篷的效果 把自動關掉 等他一刀下去的時候 然後這邊負傷太多了 就跟著節奏縫吧 趕快放一放 因為第三段的時候他的動作比較久 前面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這就是我的騎士精神 沒什麼狀態啊 我怎麼覺得傷害敲下去一點感覺都沒有 啊完蛋了 我的順序弄錯了 啊啊啊啊啊啊 喔沒事 沒有啊 你們真的不行 你們把那個吧 你們就香草就換別隻吧 B6的皇室圓丁 圓丁這邊他是火屬性弱點 然後再來他這邊會有反射殘害 然後一大堆什麼出血中毒什麼blahblah的效果 我們這邊戰術設定先看配料吧 全抗吃斗篷 全抗全抗吃斗篷 暴擊 冷卻 攻擊速度嘛對不對 體力充足的情況下轉為體力護盾1補盾 然後再來恢復 中毒 出血 然後再減少反射 就這樣 發射 放上 這次 衝 好可愛喔 他疊到四層的扣防的時候是最痛的 但是之後他的技能就會再刷 因為你反而是在四層內下的時候啊 你要看你的泡芙能不能趕緊補到 超爪魔王的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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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B6打完了 來接著B7這邊獨屬性弱點嘛 然後會讓敵人睡覺 我們這邊帶針線包 冷卻全家都冷卻 冷卻復抗復冷卻 好就這樣 然後戰術設定這邊攻擊爆擊爆傷 減易 恢復量提升 獨屬性攻擊召喚獸 好就這樣子 看看 開場先不要放是不是 等他無敵嘛 等他飛過去下來的時候 裝毒 嗎 有耶有一個雙毒下去他突然很痛耶 他要抓17耶 他又無敵盾 他那無敵盾好難抓喔 抓不到 為什麼補量25%差那麼多 等一下我們要冷靜下來 是我要冷靜下來 不是你們要冷靜下來 是我要冷靜下來 我們要等他下來的時候有一個那個 這邊 有沒有他毒兩層的時候那個傷害瞬間超級痛有沒有看到那個毒兩層 我就是很懷疑他那個毒兩層 只是重點因為他一下子無敵一下又無敵 全家都無敵是不是 你看又又又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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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無敵我又飛我又無敵我又飛 哈哈哈哈 我到底要所殺 啊冷靜冷靜你要不要飛 你先飛 你先飛你先飛先讓子彈飛一回 來賭你 賭他 不是 沒事啦讓你啦我隨便了啦 隨便啦 無敵又不可選中 然後又沒blahblah一大堆 全部送你啦 我們B7就過了吼 A1的 皇制圓丁喔 有剛剛 翻了很多次 但是我們已經 決定了 就是我們這邊火球精落點嘛 一樣快速看配料反正敵方就很多負面的效果 你們自己看也知道 斗篷啦 快速講 就是大焦樹跟 那個蘋果塔都是全抗吃斗篷的效果 麻辣也是全抗 其他兩個冷卻 就這樣 然後戰術設定這邊 我們這邊直接使用了套用的效果 160 來戰術設定這邊 暴率 增益加30 攻速疊成 火屬性疊成 反傷減少 就這樣 藥草解扣房也是個選擇 對啊不一定要想炒 真的不行我們用藥草看看 因為我們現在如果有攻速疊成的話 相對來說我們補量也會穩喔 畢竟攻速他也是全對的東西啊 這邊開始要醉痛了 醉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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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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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醉痛醉醉痛� 之後穩超級多 花小龍跟香草都是複數補血啊 要注意一個點喔 如果他這個瞬間傷害太高 藥草是單補 花小龍跟香草都是複數補血 A1過了 打到這樣子 光是牢獄跟電流過載 全抗 冷卻 暴擊 暴擊 冷卻 戰術設定這邊 暴擊率跟暴擊傷害 一補盾 恢復量 傷害抵抗武士 還有光之牢獄的弱點 好痛喔 好痛喔 这是我的命令 一个也不关锻 这次 钻住在我的摇滚精神上 我应该就 这是我的命令 一个也不关锻 我应该就 这是我的命令 这是我的命令 这个 钻住在你的摇滚精神上 一个也不关锻 这个 钻住在我的摇滚精神上 叶子 这是我的命令 在我的搖滾的神像 太難了吧 喔低射真的是用腳在填數字耶 太扯了 增益效果 攻速提升 光屬性傷害 發動技能有負傷 這就是我們的騎士精神 這就是我們的騎士精神 這就是我的騎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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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就是我的騎士精神 靠速提升 omdat它 rer ход我們 它的稍有的 啊 耶 休息 耶 記錄一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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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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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 休息